29題 他說有一個廠牌的食鹽在不同的溫度的溶解度如下表所示 在40度C的時候拿72.6公克的食鹽 配成飽和溶液 然後把溫度降到 20度的時候請問你可以吸出多少公克的水 那我們從表格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20度C的時候呢我們最多可以溶 35.8也就是20度C的時候 100公克的水 最多呢可以溶解35.8公克的食鹽 然後現在我們有200公克的水兩倍 所以我們就可以乘以2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可以溶解71.6公克的鹽 那我最多只能夠溶解71.6公克 可是你給了我72.6公克 所以我們不能夠全溶 不溶的部分就會吸出水減掉71.6 就表示我會吸出來1公克 所以呢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呢就是我們會吸出1公克 所以我們的答案呢選擇就是B 我們吸出1公克 按字幕指示了ちゃ退